特地换了一身西装 谢和弦再次出现在派出所 但这次他不是来惹是生非 而是有话要说 火气这么大都是为了这一个夜袭暴摄事件做解释 按喇叭要他停下手边动作 远紧靠近一看才发现 彭琪南就是歌手谢和弦 在墙上留下一个鲜红色的不雅字眼 这画面不但成了他个人脸书的新封面 夸张的是14号凌晨5点他喷漆被逮 结果做完笔录之后上午11点 他又二度跑到报社喷漆 他到底跟媒体有什么深仇大恨 就上次没送啊 为什么 对啊 因为他乱写啊 他写什么 他也公然侮辱我啊 讲到这里火气还是很大都让人 忘了谢和弦的歌手身份 三天内两度进出派出所 这一次他的态度较色大不同 甚至还在里头发表新作品 先唱给伯利斯大人听 只是碍于版权 他不想让歌曲内容先曝光 一下子夜袭报社 一下子又说要道歉和解 谢和弦态度转变太快 或许就跟他的婚姻一样 让外界搞不清楚 他到底在想什么 长大了以后 让谢和弦受到关注 入位金曲奖 当时备受肯定的潜力新人 如今却一而再再而三上演脱续行为 让他的灯短狼之路充满争议 三连新闻 待会儿陈徐之城台北报道